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从以前开始 民国七十三年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 我并没有有一点点 为了自己有所得而当老师的 所以我所做的也是你们的 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你们有老师 丹丸到有一个时钟 真的到了对着你们大家无法度的时钟 就是你们成就的一天 就是你们成佛的一天 要过有法堂堂的就是你们要过有所得的时钟 到了用佛 无法度 用佛不可以去给你们做的时钟 你们就是圆满了 所以佛无法度 是众生才无法度 所以说 说到这里呢 当日听他说 金长老说去振到一个地坡树 说很厉害泡树 那么 金长老就给他问问这个地坡树 这个地坡树 担在高树 所以 金长老问这句 他就 这个地坡树 就这样笑了笑了 微笑 金长老再问我们 是怎样这个地坡树 他是高树的人 问这句 他说没有跟我回答 是这样笑了笑了 然后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跟金长老说 他笑了笑了 你不知道喔 因为你这坡树 拼到胖胖 没地拼到胖胖 是你的心在胖了 所以 说到这里呢 刚才 金长老还在问一句 说 食物有感情 是怎样的食物有感情 对于有感情 有没有 这个问题 就是好像清楚说 幽静来下症 因地固反省 无静也无静 无性也无性 这是 五座团树 六座那个时候的心法 他在高代六座 幽静来下症 因地固反省 所以 让我们感慨要清楚 如果以后 都没有去看 没有去感慨 说 人家佛祖也这样说 说 幽静来下症 没有人陪我感情很好 所以 我要陪他生一个小孩 所以 让他这样去 所以 只有短 中期 出疑 没有将到佛的心法 去研究出来 如果 这个幽静是什么 叫幽静 幽静 古早时代的故义 就是中生的意思 你们要陪人 都要陪众生 已经生度的佛祖不用陪 人家就无法陪了 已经不用陪 无法陪众去陪众 不是我们无法陪众 用法已经没用了 就像称称说 你们没有吃饭 甘道理说 你们就改饭 改酒 你们给他回答是什么 就是说 我就没有吃饭 你要叫我改饭 所以 像称称说 佛祖不不用用法的时候 所以 叫做无法度 不用用法去改度 所以称称说 幽静来下症 就是要向众生去下症 佛形无悔度 跟这样的一样 佛祖所在做的 就是你因为 也没生度 也没法度 所以我才有需要给你度 所以是叫做 佛形无悔度 这如果 幽度了 大方都会和佛祖的一样 所以 这行无悔度 它就有度了 那么 你又加加 要做什么 又加多 要做什么 只要说 其中的一日 他就没了 你要再加 说 我给你加 一日我又给你加 他就说 我就没了 没了 就好了 他说 没了 我跟你加 没了 就要加 只要加 只要说 我们度要团队佛祖 佛祖说 不用了 我已经就没度了 所以 行无悔度 就是 没度的人 我们才有需要 所以 这是 幽症来下症 向重生下症 如果生度就不用再度 说食物有感情 就是说 要是说 我们受到 不是跟对着我们人的感情 对着一切的动物 什么样 我们就是要有主意去对待他 对着一个食物 我们也就要有感情 所以 一个幽症的人 如果不是在必要时 那时候 他没有将这些食物 去把它弄回去 对着一个幽症的人 他在走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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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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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那么 这就是应该 不是真的生度的人 所以 如果我们去大鼻鼾 运动 搬路 游浪的时候 都有些什么 爱好食物 这就是我们 用到我们的腹性 用到我们的嘴鼻 用到我们的感情 也就去爱好 所以我们人叫做 固定动物 要比我们较低 比我们较低 比我们较低 我们就去把他灰害去 那是错了 最后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简单做 一个解释 大家就好 谢谢大家 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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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